新福泉62岁 李懿 住房面积30平米 退休金2900元 新大哥告诉我们 他的电话已经坏掉一个月了 不管谁给他打电话 自己能不能接全凭运气了 老年人哪懂这些高科技 新大哥说 现在自己一切的生活齐居 全靠姑娘照顾着 这是我姑娘 十月份结的婚礼 今年十月份结的婚礼 我姑娘现在教那个 属于高中 老师 姑娘是高中老师 对 是我姑娘的名 她给我交那个房贷 买多长时间呢 买两年了 但我这个好像也是个老房子 是不是 对 那你自己的房子呢 我自己的房子就一间 在那个辽宁 不是辽阳路 提起唯一的这个女儿 新大哥语气里是满满的自豪和疼爱 女儿也很孝顺 给老父亲换了这个大房子不说 还特意养了只小狗陪着新大哥 就怕她离婚后一个人孤单 你之前是哪个单位的 唐瓷场 就是西长路那个安大街那块有一个唐瓷场 你去做唐瓷盆 就那个以前的那种唐瓷的那种花 对对对对 那你是负责什么呢 喷花 网上喷花 对 我二十八就几乎了 过来挑去也是和一个单位找了那么一个 哎呀 这她追的脸 哎呀 追了半年吧 我们家确实挺困难 反正她家条件能好点 完了就这种就是吃饭的时候 哎 就就体贴我 她吧 本身我就没想到 她个小啊 她才一米五十多点 我一米七十二 但是呢追来追去的行啊 就这么的 就以后过日的时候 就说也不错 这眼儿也不错 咱也不能说没婚了就说已经不好 是不是 新大哥说 他和前妻都是长春市唐瓷场的职工 彼此呢知根知底 虽说前妻身高是矮了点 但是其他方面还真挑不出别的什么缺点 婚后的日子啊 过得也算顺心顺意 要不是十年前 前妻突然的性格大变 新大哥的晚年生活 也不至于行单影之了 都说他是更年期 五年都不搁一块 一人住一个屋 没兴趣 没兴趣 烦 就烦这事 告你了 我就不想 就不想 瞪两眼就就 我就不想这事 更年期你不能总更行一晚呢 这都十多年了 这年 你更个五六年咱也行啊 就是说 从四十八岁就更 更到现在 我们才离婚才一年多了 你不能更这么长时间呢 他提的 不是你提的离婚 我还是跟他在 才离婚 那还想 不行 就是说不从前来 就是 他也嫌我脾气不好 用新大哥的话说 都做了半辈子夫妻了 自己也忍了整整十年 眼瞅着到晚年了 他也不想走进离婚这步 可是前妻那边 态度很坚决 宁可净身出户 也不想再跟新大哥过了 新大哥说 身为男人 他只能选择放手